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指住了这个丢分的势头 左手的陈文宏在后场 他的杀球的时候 他的球的力道 是不如普简洁要更重 更快速 看到了这个起跳之后还有制空能力 蔡云刚才在空中好像还有一个停顿 再来出手 蔡云是连续在后场的三板的起跳 连续杀球 发球才看 看这个球过腰 送给马来西亚的一分 3米7 陈文宏发球 蔡云接发球 古建杰连续失误 现在古建杰已经好久没有拿分了 古建杰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球员 但是他在场上情绪波动也比较的大 虽然他比陈文宏大一岁 但是在这个两个人出现 终于拿了一分轻掉了往前 为了救这个球 蔡云整个人就离开了球场 所以说他的这个情绪很容易失控 还是靠陈文宏呢 在关键时候提醒他一下 今天呢 在发街发这个环节当中呢 马来西亚队呢 表现确实是有失水准啊 就是中国队 往往是能够成为率先进攻的一方 还是说因为在主场的 作战的情况下压力比较大 所以两个人 感觉到 好球 这次的 揭发的变化 还是说有一定的效果 来到机会 率先下压 5比9 财云的接发球 假动作 做得非常漂亮 同样是三把 哎呀 两个人配合都不太默契了 还是紧张所致啊 都 都着急向往前 来补位 结果这球是掉到后场中间的位置 蔡英和福怀峰 11比5又是领先6分 大比分的领先 在第二局呢 率先进入到了局修 如果这局再输的话呢 马来西亚队将0比2落后 那么中国队接下来将派出的 我们的第二单打 陈金 陈金呢 在之前的几届 汤姆斯杯的这种中的 都是第三单打 他也是在去年的比赛里面呢 在08年的比赛里面 立下了汉马功劳 那马来西亚队的交锋里面呢 最终呢 是2比0击败了哈菲斯 从而呢 是中国队杀进了决赛 而现在呢 陈金呢 已经上升为 中国的第二单打 等一下呢 他将在下一场比赛中 迎战马来西亚的 老将 黄东汉 黄东汉是为了 为国效力啊 已经退出国家